许盛雄 人保电子的劳动 前阵子他才刚裁员百人 大家都想问 酷日子过完了吗 经济大概还要有一段时间吧 对啊 因为事实上除了美国以外 你还有欧洲的问题 不会吧 现在还不是最惨的时候哦 富士比亚洲杂志报道 台湾的劳勾年薪约 三十五万七千元的台币 一个月平均两万九千元 在已开发国家中是很低很低的 报道还说 全亚洲只有台湾和日本薪资倒退 总统和人民的感觉 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这是要大家别再骂马总统了吗 奇怪耶 怎么国民党立委都不在呢 这也太巧了吧 赞美确实让人突飞猛进 邓一康还把这段文章po上脸书 要国民党立委轮发大声赞美马总统三十分钟 看总统是不是真的能突飞猛进 但结果呢 他们一定讲不出口 不认为马总统会被骂笨啊 总统忽视掉改革绝对不是说 哦 我的政府有很强的这个力量 个性固执和责善固执间的拿捏 马总统真的要好好体会 不然真的一念断一开脸书上的这番话 搞到这田地任何偏方都值得试一试 你的新闻综合报导